歡迎大家回到第143集的港萬有謝邦第二節 上節講完春秋時代,是否真的順時聚? 輪到後漢,三國嬌王 上節好像沒有講話 好像沒有,兩個星期都沒有 現在發展到董卓去了長安那邊,其他人就一路退 但是孫堅很不幸,被人老鬱,偷肉帶,一路被人追擊 那他又不是被人老鬱,他的確是撻了,但交給他老婆 千千就放棄了堅堅 兩夫妻各自賺錢,但是很不幸,他們兩個兒子又被人捉了 嘩,最慘的大哥就是這些 結果都是命運的 其實沒有說過是被捉了,孫堅 余吉就出口術 他拿了他的玉佩 那都是暗示,難道大老闆套了玉戒指出來 那是撻了陳柳君老母,就是玉戒指嗎 其實老母已經過了荷蘭那邊遊淘 對,象徵是這樣,但我嫌了手握太大 套上孩子的手握就很容易甩下來 最初可能是套上大腿的 可能是套在其他地方 可能是套在其他地方 那麼厲害,只是孩子來了 可能是他轉食了這個金裝為是 不然他又有粤乳飲 立即负责 兩夫妻不太厲害 另外曹操那邊也真相大白 對不起 你說孫堅這兩夫妻 其實真的寫得很好 這兩個人的關係 感情 透過互相的心聲去想 我明明是想做皇帝 但我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不是公子宰和商業 不是阿聖公子和鳳香那種隨機他出來 睡醒了就有了 他們真的經歷過那種感受 當然可能睡醒了就有了 然後逼出來 所以這兩夫妻對於雙方的感情是很清楚 尤其是一開始 千千還未表露身份的時候 看到他兩夫妻相敬如斌那種 你覺得到這一刻 是不是兩個人要反面呢 你會有點令他們緊張 他也很喜歡這個男人 他跟他自己說話的心聲 那些掙扎也很好看 我也是打算放棄他 還在想什麼 算了 最後一次 我都害了他那麼多 吃完再減肥 是啊 救了我兒子 你為什麼針對小輩 我針對你 這種女性的心聲 究竟是不是阿慧仔 問一問他老婆 不是經常見到嗎 所以見了太太 經常都說吃完這次就減肥 這種寫法是比較少港萬人會用的 寫得很出色的 這一段內心的掙扎這兩夫妻 而孫堅一直都很想相信他老婆 也有網友 其他網友的網友 都說千歲夫人這個角色寫得好 他覺得他首先有種類型的風化 另外又有些掙扎位置 好像有些事業家庭之間掙扎的那種 其實挺現代的 2011年港萬大選最受歡迎 我最喜愛的角色會不會是天遷呢 可能是一些強勢的女國當道 我覺得可以今年 即是阿姨媽 阿媽媽 姨媽鬥媽媽 姨媽鬥媽媽 近年港萬對女國的描寫 好像比以前成熟了 有進步 我覺得今年可以拆開 即是喜愛的南國和女國都可以 那看看 南國最受歡迎的紅蔡立 女國最受歡迎的阿姨媽 即是今年 我先認同了那個女國 南國慢慢研究 另外現在這本書 某程度當作是三主國際 曹操那邊的發展都 還可以 比起之前在烏魯關的時候 好過魯菲先 好過劉比劉菲 好過劉比 好過劉比好像不見了 他說兩年後才再碰面 在渣邦避群島 在渣邦避群島 他跟關羽和張飛說好了 兩年後渣邦避群島 渣邦避群島 渣邦避群島 劉比現在還是閒氣交代劇情 徐波逐流的感覺 關羽就是世界第一大劍號 張飛就是領航員 反而曹操有一個比較強烈的目的 還有一早就說了 他是歉天劍以令諸侯 基本上他能夠擔的氣氛 會比其他兩個人重 但是劉比呢 你是覺得他到現在為止 都是沒有目標的 你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像在聽劉邦說話 現在仍然是 整體來說 你會覺得這個主角是 欠缺很多 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 因為他經歷都不少 相當老實 尤其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當年也有繼續追 天子傳奇系列 當年的劉邦也是不討好的 劉邦這個角色是不討好的 其實他也像劉邦 現在沒有那麼耐弱 劉邦是沒有那麼耐弱 現在的劉比是更耐弱 劉邦很快就給了他位置 他知道自己要爭天下 最重要是他當年 現在劉比都30期了 36期了 其實他有沒有說想做皇帝 沒有 沒有說過 那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輔助天子 不過這個其實都是劉邦慫恿他 他自己都沒有落實這個 是他的目標 他只想像之前那樣 做一個地方官的身份 平原原原寧 經常想著老婆 老婆 那些 就是想做一個小中產 沒有想著發達的 但是有時候 尤其是當他經歷了這麼多場大戰 見過世面 還有一些 譬如同輩的影響 理論上 不應該再這麼協羅 其實他是不是想寫一個 時勢做英雄的君主 因為如果按照最初的宣傳去說的話 曹操就是協天劍以令諸口 而劉比描寫廣告的slogan 就是假人假意得天下 但我到現在都覺得他真心真意 做任何事都是真心真意 他依然是一塊真心教 也很教 很可愛 他到現在還未寫得出 三十六期就是九個月 也未假人假意 九個月我都感覺不到他有多假 全部都是法治真心地去做 他要做的事 他本來衝進方天華激陣 我打算對他會多一些描寫 救張飛和關羽那裡 誰知道原來後面還是發現 他救完之後就沒有了 那條線又會回選堅路 會不會他之後的角色又會變成呢 就像那時候朱元璋一樣 你要這樣說的話我當然猜不到 如果是的話就當然可以 就算他有什麼鋪牌也好 但是三十六期也不短日子 除非他想跟陳某一爭長短 其實不只劉備 關羽和張飛 屬的陣營似乎是沒有什麼突出的角色 那你想想 其實就算你說到 偽或者不都好 其實都沒有其他角色是突出的 只是因為君主做得比較好 這一篇叫做連環計篇 連環計篇主要是裏部隊董卓 現在終於知道董卓 如果他和凋仕沒有關係 究竟為什麼他會和呂布開拖 因為呂布和白帥 呂布和白帥夫人 應該是 又跟他講了些事情 你女兒被阿彪搞了 而于吉就上了董卓身 說快點 很害怕 即是他對立即刻 佐馳上了董卓身 你還是要停一停 是嗎 身可以早點出嗎 即是薄身就擺出來 這是對聯 佐馳上了董卓身 我看今期封面 我看見千歲夫人 我終於知道她像誰 馬沙 馬沙 Exactly 她在千千身份的時候 沒有戴面具 是很有女人的風味 但現在戴了之後 覺得好像一個男人 雖然她穿得少了 反而沒有女人的風味 反而沒有女人的風味 她整身都是肌肉 老實說 這個千歲夫人的造型 我不知道男人覺得怎樣 我從女性角度 就覺得可惡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我想坐上高達向她開槍 即是 性感不是性 是穿得少布 但性感又沒有女人的風味 如果大家都是穿白色絲襪 當日的天女是性感很多 月影機是性感很多 兩個都性感 月影機就是DV 空前大DV 天女就是護士服 短裙護士服 絕對領域鬆高鞋 即是說得了屬性 其實天女穿得多部 但她的絕對領域和護士服 其實是少性感 而月影機的頭盔 即是頭盔六 加大DV 是很性感 即是有風格 但現在這套SM服 即是加上馬沙的頭盔 以及面具 就不合 即是起不了 真的起不了 作為女流 要迷惑男人 幕後去控制天下 現在是錯了 即是我想那些男人 即是看到 師傅我不想穿這件衣服 百歲夫人 即是沒有人跟她搶了 即是上了這個位置 我可不可以 找一個第二個設定 他幫我設計到衣服 你為何故意在那個位置 又加了骷髏頭 即是她三點都有骷髏頭 即是不能碰 即是說那裏有輻射 尤其是這班女人的功夫 不是最傻家的樣子 有時候出來 你可能要靠多一點手段 你不在外表裏撿 你如何可以迷惑男人 即是我可以接受到可以戴面具 但那件緊身衣 即是真的太難看了 你想一下 看看雙炎 也好 是好一點的 好一點 雖然她普通一點 但普通有普通的好 我們看到你正在揭穿那個期數 四十幾 不是五十七 即是這個期數 已經沒有她初時出的時候 那麼誘惑 即是可能自己 沒有時間 花那麼多偏方去 她初時出的時候 更sexy一點的感覺 所以春秋在女性方面 觸摸是好過 因為經常有藏氣 所以現在 你覺得明鬼和大姐姐 那些藏氣真的很香艷 所以這幾位女角 是需要花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千千 真的是描寫得好 如果你靠她的樣子來開飯 她就是賣人品 人品好 她不是靠身材 我想告訴你 不一定是美女才會吸引到人 因為其實現在看的故事 只是看她兩夫妻 我自己 現在看權宜 權宜 權宜真的有段時間 她還有十八年才做不住 可能正太也有發揮的空間 她也有八幅 八幅 八幅 現在是 她是一個鹹色的角色 現在她們兩夫妻一起救兒子 而且也是有張力 對 令人窒息的張力 好 講完這本 我們又講下一本 一跳 就跳到現代了 因為中間一個很大的斷層 講完天之錄 講完天之錄 完結了 九龍成大 紛爭特入 這些就是之前沒有的條段 我懷疑是新的 其實都說得通 你的故事可以保持下去 他應該是加氣 小說是完結了 小說還要再打一次大老闆 小說是在小說中間 涉了一些東西 涉了一場大筆鬥 阿浩青亂入 又去搞十二仔 我覺得好像帶著固惑仔 對呀 很有固惑仔的感覺 即是比較固惑仔 更有固惑仔的感覺 現在的固惑仔 即是有老粒 別人的女兒 然後就 別人的女兒 引起大筆鬥 對 類似是這樣 橋段佈局是簡單的 但這些就是固惑仔 不用想太多 但我覺得挺好看的 尤其是 苦青的衰法 和大老闆是另一種描寫 即是他真的是賤 大老闆是道事有道的 他起碼有一些自己堅守的原則 即是他聽到 苦青這麼陰質的事情都做得出 自己都害怕怕 我又有個女兒 每個龍頭都有個女兒 因為他們生仔帽 所以變成女兒 變成女兒 其實這個叫什麼名字 小靖 小靖原本是有穿著 但因為他生仔帽 所以就跑去龍胸 又跑去簽了一條腰 然後有個細寶走出來保護他 兩個都是新角色 新角色 但是很明顯細寶 原本看的造型應該是強角來的 很快被人搞定 他很快就被苦青隊倒了 大家都入廠 但他有預告說 究竟是不是他真的這麼弱雞 找車撞 應該誰都入廠 我們那些很厲害 震開你的車 有神物 他沒有得到哥哥的珍傳 差很遠的 這本書 每個人都得不到哥哥的珍傳 失敗了 有阿七 阿七都失敗了 結果還是要十二少出面 對 但這些橋段很有以前的古華仔 要去醫院探人 然後綁架崩帶 老實 雖然我真的很少看古華仔 但我也覺得很有古華仔 我沒有得到海虎的 我沒有得到海虎 好過現在的古華仔 跟全城其比就沒有得到 當然 這幾幕其實是跟那些 黑社會的廣產片都很熟口熟面 所以大家一看就覺得 這些才是黑社會 還有他一開始 他在那個disco 跳舞的時候 那些紅紅綠綠 我最初揭露的時候 覺得 為何關七會射一些 五萬六色劍氣 破體模型劍氣 我覺得為何這些勇氣 好像有點老套 但想一下他們的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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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這些色 八十年代 這個時間得到蚊 就是屠城 還有我喜歡的這期 十二少武戴舞 但他頂頭盔我又覺得很帥 我不知道 他頂帽子好像不太合 二線小孩子 因為那個年代 相對來說 比較少人戴蚊帽 對 但他的頭盔就很帥 他的頭盔就是 把蚊帽變成了頭盔 但是是硬的 難怪他不肯接手做龍頭 根本他有自己的產品 全部都是這些星形的挑戰 有蚊帽 還有蚊帽 有設計的 所以不知道他在哪裏 但我又略嫌他太大格 開始有大格化 大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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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一點 大格化 後面那一版 拆肩而過 講虎青和十二少 拆肩而過 都可以 但是前面那一版 就不用大格 如果不然兩下大格 我就覺得沒有某一個位置 應該是這樣說 劍橋的輸入大格 是令到跨板和大格 沒有了迫力 因為他其他板格 都是一格兩格 或者三格 通脹了 對 全部氣氛通貨膨脹 又拉頁 四頁五頁 反過來 你看一下 阿瑞鑫擺這兩期 所謂的千軍萬馬圖 什麼血染圖 盛圖 最少你看完那一版 雖然你沒有印象 但你最少看過那一刻 是震驚的 但是劍橋那些 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因為其他都好 我覺得那時候 溫瑞安 至少他暫時還能保持 雖然大格化 但是極限的 真的不要再學溫瑞安 那時候真的連人物都走了 那時候已經不像什麼了 但是另外 又是調色那裡 我有少少想說 調什麼 調什麼 不知道調什麼也好 哪一條也好 但是他們落色 經常都落到顏色是不constant的 譬如今次阿虎青去捉了小靖 小靖 他同一種燈光打下去 小靖的人是光身的 他很明顯不是黑人來捉他 因為他其他界面是普通皮膚的顏色 他不是戴上頭粒之後 其他皮膚都會變黑色 那可能他們馬頭咕哩 你皮膚咬黑都不是咬黑都咬黑 你不是找菲律賓人 印尼人來幫忙 因為他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是落回普通顏色 那為什麼會落到其他地方 我理解他們好像是業業都不同人做 有一頁 譬如這一頁是給JT先生 有一頁是給阿傑多 有一頁給響鬼 有一頁給姚昌明 可能是這樣 溝通不夠 我懷疑 而假如這兩頁是同一個人做 那就問題更大 很明顯是他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感覺有點不統一 而且你這種沉發是令人看得很突厚 究竟光源從哪裡來呢 明顯是錯了 小靖的身上發出來 閃光 另外小寶好像聽到朋友說 對於九龍城鎮 對於九龍城鎮 你最近我看九龍城鎮 我看得很開心 但跟那些看廣漫 那些人聊天 他們看得問我 男性 他們說 現在的城鎮像什麼 看看後面的專欄 就是只顧著哄妹妹 不要忘記那些老讀者 覺得不知所謂 覺得那些故事 開始偏了 走向哄妹妹 這樣 如果沒有那幾頁專欄 他們又覺得沒有問題 我就不知道 我就想問問你們的看法 或者這樣說 作為看了港晚五短日子的人 我覺得劍橋從來沒有想著 顧著老讀者 他有自己的風格 如果你真的說老讀者那些 那些應該都是看龍虎門天下 劍橋那些他們從來不是太接受 除非是看得很濫的那類人 他那時候說 拳王那些 都不是對這些人 我想他大約有個意思 就是 你現在多了一些女讀者 多了幾多 夠不夠一些 看開那些男人那麼多 但他覺得 你現在只顧著這班新的讀者 然後就尖尖自起 然後就不理我們的喜好 就說一些女人適合看的東西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 故事我就不特別覺得 只是女人適合看 因為譬如 你現在九龍城澤苦青這一段 我們剛才也說了 有一點點 古惑感覺 我想不是女讀者一定想看的東西 那你講一些專欄的問題 我自己就會反過來想 換著我們這班男讀者 看十幾二十年廣漫 有沒有跟他們做這種互動 有沒有特地設計一些 角色的Angry Bird 或者畫一些畫版 我們當年在下也有試過投稿 給一些 實不相望的當日是投稿的肥良 九幾年的時候 現在 我會不會這樣做 我沒有這樣做 但有人在做他們這些事情 Crosplay 有沒有人敢做 在香港其他漫畫 沒有人敢做 那些老讀者有沒有做 Chen G有沒有Crosplay 有可能Crosplay文天 葦雄叫聖公子 黃先生也不登出來了 你有沒有跟作者的互動 因為作者一定是偏心的 他一定會把他的心力 在某些時間投放了一些 跟他的電波比較近的讀者 正如傳統 例如黃先生那班 一定是把一些條段 例如春秋戰龍 以前也有擺模特兒 他想吸引一些年輕的東西看 但是 看春秋戰龍那班讀者 是不看模特兒的 不看年輕模 他們看老毛 所以 所以就剃了那些Lammo的圖 那種條斜流很自然 哪種讀者跟你在互動 他就會靠向那邊 我覺得很容易理解 我也不抗拒 因為 同樣大家都給14元 我沒有給額外的東西 去跟他互動 我會這樣想 我想不同的出版社 或者不同的作者 不同的書 不同的風格 我覺得很自然 很合理 你不喜歡看 說真的 我覺得 你真的沒有看 沒有什麼所謂 他打不到你的市場 我覺得 又不用說 偏心哪一邊 難道武陳那些 放些什麼 股票專欄 又偏向那些股票老嗎 我當然是看小說 雖然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寫過 沒有下名 我當是他 武神小說張 教刀仔 教刀仔 好可愛 教刀仔 但他沒有這麼可愛 教的天人奶有者 你為什麼 幹人名 我沒有 我覺得 如果可以做到多元化 做多種風格 打多一種讀者 不是一個 你不是壞事 對 各取所需 正如其是古惑仔 剛剛今個星期都做了一次 所謂小小的革新 他之前 八大壯士之後 他都加了很多助理的專欄 有些動漫 有些動漫 給一些助理寫一些 介紹新動漫的專欄 其實是小小的文字 其實我通常都有做這些事 但我正在想 我不知道 因為很不了解你的心理 你反而不明白肥良多些 對 我不明白他多些 因為他的滋陰 滋陰就養硬了 夠了 所以他不是專員 有沒有得罪爛些 沒有 沒有 因為補神 你讓他講話 你憤規 對 說什麼 關於這個專欄 對 我不是太了解 其實你們會不會有一種傳統的心態 會想 其實看廣漫的都是一些很tough的man 就是眼看子才看廣漫 所以覺得 對 所以覺得 如果現在是沿道自咬下去 咦 我的東西有些婦女看 可能有些專欄 或者是個通行走向那邊 而令到你們覺得 沒有那麼tough 會不會是這種想法 我猜 因為我都不知道 跟你講這番話的人 是哪個年齡層 但我知道某些人 差不多 到某個年紀 對很多事情很不順眼 有些他平時沒有接觸的事情突然出現的眼前 他不知如何應對好 他很想剷除 那他跟你講一句 我猜 我猜 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這種 他看見 嘩 有些女人在那裡 我們看幾十年廣漫 都沒有人扮過黃小虎 唱黃小虎的歌 我們是當小丑的笑 即是放一些COSPAY照片 那些好像價格不入 價格不入 但是純粹 因為這件事 不如看看 我們買本書 主要是看故事 那樣是OK的 其他那些東西 你不理不就算 像剛才萬機說 春秋他都做了很多不同嘗試 很多專欄 他都是要捉摸自己的路 如果照以前 這樣做法就可以了 現在說完不會那麼死 就這麼簡單 要接受一點 好像老人家在扭計 好像圍園那些阿伯 有些新的東西 他接受不了 他就在那裡口珠不佛 我覺得有些是跟性別有關係 即是 那晚是大男人的圈子 你幹嘛被小妹妹們入侵我們的圈子 我不同意 其實從來都不是 因為愛情書 涵書那段時間 趕走了女讀者 不如是愛情書 他說涵書 表面是愛情書 情雙舟 情侶舟 情侶舟 那些是姑爺仔 姑爺仔 姑爺仔是愛情書 孔爺仔 他都有愛情 但裡面的餡是寫生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放開一點 老實說是專欄 如果你喜歡跟作者互動 你不就有搞過猛男讀者會跟作者互動 用肌肉來說說話 只是震波 最重要是 你買了一罐是花生油香 你不要理贈品 原不跑是否適合你用 不適合你便不要理它 是這麼簡單的事 好 那說本再接近一點 時代裏面 真功夫 功夫 功夫真是跳橋 真功夫是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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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了 你講完我突然想吃精彩 一會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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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這本 我們上個星期講了 現在算是新的原創故事 都是跟九龍城街一樣 不是 他接駁了另外一本 真的 接駁了嗎 我覺得現在好像我們 我們這麼多年玩接龍故事 很扣 真的很扣 由一開始我們玩現代 武俠 然後元素就變成催眠 然後變成吸血鬼 變成獵命師 我現在看到今期的中段 我覺得已經是獵命師的故事 獵命師也是九把刀的一個系列小說 最長的系列 我想跟剛才城寨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他這個就是九尾逐雕 他在故事完結之後 再加插一些東西 可能拖到三十多期 可能打多一局 但九龍城寨其實未完結 他只是加多了一場battle在中間 九龍城寨是功夫 不是 他剛才說功夫就沒有 因為功夫 九龍城寨就是九尾逐雕 九龍城寨就是靚插 是不是 我是不喜歡功夫 但本身因為功夫的小說都是不完整的 有些九架都不點 如果他圓著這個圓法 我相信講漫讀者會比較難接受 應該這樣說 功夫原本的小說不是不完整的 他只是如果看其他會覺得好看 應該說會更完整 但他原本也是完整 即是好像美漫的 你看一個series 例如看某一套 看完你明白那個故事 即是好像看silver war 看完你明白silver war的故事 但你再看其他那些 你會覺得世界很完整 他是列轉 即只是講遠小的 功夫原著小說是完整的 但他是有砂石的 有筆的 但他告訴你 其實這些筆 你看完整個系列 就可以解決 背後是有另一個動機 就是你再看其他系列 還有如果你說他是否完整 他到最後 因為他已經走到另一個故事 我們可以說回原著的 就是 冤仔是繼續帶著月晶到處去追逐藍金 而到最後 隨便吧 總之都是那個人 而到最後 這個人幾乎是癲癲癲癲癲癲的 那個原著到最後 就像電影功夫周星馳 遇到過阿伯 你骨骼精奇我教你功夫 朗普 那來比較容易 就是這樣 幾乎是一 건�on 變成了瘋瘋瘋瘋 對 trud的 問題 講序笠 fol拒脫 講序笠 當時 當時了 黃俊 老師 把神經開好的女人 帶著很漂亮的女人 這個長的 safely 不是 但是 長的 帶著間 一期你看到那個王俊 孫孫叔叔 像那些乞丐 你看現在漫畫裡面的冤仔 有父母保險金 有遺產 很有錢 但原著的冤仔到最後是很露倒的 所以以小說來說 它是完整的 不過是結尾 從此你這個主角傻了 從此追逐不了Hydra 然後女主角又變了另一個人 他現在就直接跳了 但像小背剛才所說的 現在的故事就好像斷開三節 原本我們在想一個很紮實 三節棍 第一節是功夫 第二節是催眠 原本是很紮實的功夫 然後再想怎樣在現代行合仗義 討論行合仗義怎樣去判定人的生死 學功夫是否大春曬 諸如此類 到後來也是急轉直下 原來原來什麼都催眠 而他還要在漫畫裡面玩到這種催眠可以影響全世界 是傳染式的催眠 即是瘟疫 到現在就直接變成打及血鬼 而且不是催眠 控制屍怎樣催眠 即是變成狂瘟疫 即是廣絲 廣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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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仔很明顯是遇到什麼呢 藍金 Hydra真正身分 整股專家 他一定瘟疫 他就是誠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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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顯是 那個月晶是余慕蓮 其實我剛剛只是想說 阿二是余慕蓮 其實阿二是未死的 不靈獸肺 我不可以給我一個goodbye kiss 即是現在他後面加這段 院仔要繼續去追逐Hydra 去了日本 其實他坐是玉樹林峰的Hydra 但是他遇到那班新的敵人 或者是藍金的手下也好 不一定要吸血鬼 你用之前的設定都很夠 或者只是吸數提升了的殺手就可以了 他這樣加下去 其實可以加多30期 因為你真的在打一個吸血鬼集團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想以這段 試一下水溫然後推裂明事 你猜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我覺得他們有這樣的意圖 但是看他們只有幾期 我相信他們是沒有什麼期望 所以我看同樣要說五月回歸 可能出到四十期都不定的功夫 如果這樣說 五月回歸 我一直所知是到三十七 三十七 接下去就是五月 五月回歸 五月尾可以五月尾回歸 我所知大約是三十七 但是說回這本 就算他說試水溫 這個方式也是很錯的 他一定是拿了一個最差的feedback 對 因為你所有東西都醞釀得不成熟 是強行突然加下去的 但是今期這三個我多喜歡 就是淵仔和月貞去日本購買 好過穿功夫鞋 即是他現在去接谷 有去過阿朗這裡嗎 當然有 這裏是挺好的 即是他有些心思 雖然最後皮皮 這三多漂亮 但是始終 臨尾才突然加一些新設定下去 我完全是不明所要的 你之前一直在打 是被人催眠的人 即是那些腐屍 現在真是死事 真是打喪屍 又是第二個層次 變成Marvel Zombie 真是無謂 最後還在做這些事 反而令到尾 可能變成敗筆也不頂 還有去到尾 其實可能打多一場 都是打不贏的 除非他真的覺得 我不會再拿 九八刀的都市恐怖系列來改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不讓Hydra死 我其實初頭有想過 他的Ending是怎樣 就是跟著沿著走 但是 最後為了令Ending好一點 就是 冤仔再打多一次藍金 經過一段時間提升之後 然後冤仔再打藍金 不會去日本那些事情 用了一種技術 殺敗藍金 但是 他自己可能沒有了記憶 以為死了Hydra 到最後一頁 可能好像韓蟬一樣 他伸手在泥土裡 說他還沒死 但是這個人已經沒有了 以往的記憶 所以就不想再玩他的事 Hydra就去玩其他人 就是 感覺就不想他跳出功夫的框框 反而會灑脫一點 但是也會維持Hydra 沒有死 由Z Ending 變成Happy Ending 至少對於冤仔來說是Happy Ending 因為你終於殺敗了Hydra 因為你終於殺敗了Hydra 說七索打不殺 都用十期 五至十期 對於肉系的作品來說 打一些大波士 通常都要這樣的篇幅 但是你現在已經不夠了 還有我想說 月貞 變成公主之後 公主病之後 其實他很可愛了 可能之前太水星長髮 太淫亂了 一遍而已 兩遍 不止 他拚開了手 這不是我的兒子 這些 起碼你現在覺得他很乖巧 在阿信義身邊 然後又很信任他 很信任他 他人比較純真 聽話話 又未必聽話話 但感覺比較純真 因為之前的形象 比漫畫版搞得太差 看看最後能否把這對男女主角 再加分 最後幾期 好 這裏也說了 好 有本書以外想提一提 就是311鎮災 那裏他那裏 找了各大漫畫家 去畫東西 最後畫出來的就是 各位知名的 所謂知名的 這一個演藝界的朋友 那我覺得 這條案應該是那裏 哪裏想的 何必要畫一些 所謂的知名演藝界的朋友 那晚應該主辦了TVB 對嗎 那晚好像成龍發起 盛龍是趙習近平 只在電視播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大的私心 第一次聽到之後 你找這些漫畫家一起參與 是為了什麼 如果你純粹只是想 透過這次機會向日本 銷售香港的演藝界 直接叫他們畫 很多都畫得兩手 古巨機都可以 古巨機畫完所有藝人 做一幅大的合圖 合圖 叫街 你為什麼要找一群人 但他們又不是代表自己的心意 很無謂 我覺得每一個漫畫家 尤其是著名漫畫家 不要計助理 他們幾乎都有一個自己 不下的 代表人物 雖然現在很多人 都會掉進去龍虎門 但譬如阿權他們照樣可以畫 黃蜂雷 黃山你就畫黃小虎 阿寶就畫天子七 或天子六 而更大的問題就是 你去到其他人 譬如小黑 楊學德 你這樣容易跟他們說 畫他們的標誌人物 這個是代表漫畫界 而不是代表演藝界 而不是代表演藝界 我就會覺得現在 只是看到演藝界的人 其實在某個意義上 浪費了你們自己的功力 畫出來的效果都是一般的 我覺得 當然 反過來 如果你本身在那個行頭 也有差不多的地位 你這樣被人借來過橋的話 我特意畫衰你 或者會沒有人 你會比較喜歡 那我也會畫衰 就是撇少兩個線 比較滑 沒有忍 譬如我們看看 日本的將來打器 寂謀就要畫小剛 他們是有的 但不是在那一塊 他們是各自獨立的畫一塊 Gundam的就要畫高達 再揉著日本旗 然後蒲撇就是一些家族 他們自己代表他們自己想畫的東西 以及他們自己不下的重要角色 這也是代表漫畫界 代表我的心 我用什麼形式 我用什麼人物 甚至我的風景都可以 畫在富士山 但現在是被人按照大陸的做法 甚至變成一場show 要受單位的指揮 我很不喜歡看到這些情況 你叫我去畫 我畫不出來的 我畫過陳冠希出來 都是好戲的 不能夠投入得到 我真的很想找出哪個人提供這些idea 這個企劃真的很差 而且他們另外有畫一塊 用來拍賣的 各自畫一塊 真的浪費了 所以為何不能把這些圖 全集到一幅裏面 你會覺得 嘩 那種力量是再出一點 對 差很遠 肥倆都有他不下的作品 畫回阿豬 對 畫回阿豬 好像叫 豬強 對 隨便吧 這樣會有角色的名字 不過說到畫家鎮災 未來這一屆的RG7 都有相關的活動 在場內做義賣 籌款 都是為日本那邊的災情打氣 大家聽完我們剛才 都覺得我們不相信 支持真正本地創作 你說起RG7 我們也要說一下 我們也有GASO6 6而已嗎 6 當在這麼沉重的氣氛下 搞笑 今天講完偶者幫我到這裡為止 我們接下來星期四繼續有直播的 《今日報生番》和星期五我們會說 真呀 動廢車震8.0 這樣是你和小周圈 我好厲害 東沖地震車震8.0 的姊妹編 東京地震8.0 好 今星期五再見 拜拜